北京时间8月2日凌晨3点 中国女排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法国队 结果中国女排以3比0战胜对手 收获小组赛二连胜 东道主法国女排下三路比较粗糙 可是他们球员的个人进攻能力还是很强 中国女排依靠整体力量多点开花 最终还是顺利的拿下对手 那么如何来评价球员的表现 他们又该打多少分呢 李盈盈90分 面对三人篮网 女排新进攻核心打下调整攻 法国女排队中也有大力跳发球员 这使得比赛开始后 中国队有很多依传不到位的球 李盈盈作为球队进攻核心 经常是面对法国队的双人篮网 或者三人篮网 依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凋零雨的传球有些过于开往 这给李盈盈的进攻也加大了难度 与首场打美国队一样 李盈盈的进攻手法还是非常丰富 抢速度 拉高点进攻 平打借手 轻掉 李盈盈在本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中 确实打下了非常多的调整攻 第三局 面对法国队强势反忽 李盈盈的强攻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王元元90分 单人篮网太惊艳 进攻端开始苏醒 王元元在首场对阵美国队时 遭遇到对手的重点照顾 扣球效率仅为8% 没能打出她应有的进攻火力 第二场对阵法国 王元元的进攻开始苏醒 三号位的短平快 圆网短平 频频撕开对手篮网 然而非常惊艳的是 王元元的篮网也非常强势 单人篮网封死法国队复攻的快攻 两次直接篮死对手的后三进攻 王元元成了中国女牌网上的第一道屏障 另一位复攻 袁新月表现正常 不过袁新月的进攻线路还是太死 一条千年不变大斜线 被对手防起的较多 朱婷 龚翔宇 王梦杰80分 朱婷遭遇重点篮防 与刁林宇仍不是很默契 法国女牌对中国队也做了很细致的研究 包括在我们在出现反轮站位时 故意把球发给龚翔宇 让龚翔宇在跑动中出现遗传失误 龚翔宇在巴黎奥运会 他最大的进步就是二号位的进攻 确实比世界联赛时更好了 朱婷本场比赛遭遇法国队重点篮防 对他的扣球线路 对手卡位很准 朱婷的多次扣球都被对方防起 另外 刁林宇的传球跟朱婷还是欠缺一些默契 不过朱婷也多次顶起了对方的重扣 防守很惊艳 王梦杰在面对法国女排的大力跳发 遗传保障不错 龚翔宇能够组织出多点开花 王梦杰后排的串联保障功不可没 与第一场相比 龚翔宇的传球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调整弓过于集中在四号位 对方不用判断 就直接来篮李盈盈 给朱婷的后三进攻 龚翔宇不太敢给 调整传球 给李盈盈的球又太过开网 导致李盈盈被直接篮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